第二次提 有四杯水溶液及氫離子的濃度如表所示 则哪一杯水溶液的pH值最小 我们晓得pH值越小就代表气溶浓度越大 我们看到它所写的显然假 8乘以10的负荷次方大M 是气溶浓度最大的 也就是pH值最小 第二次提问我们说 则哪一杯水溶液的pH值最小 我们答案选的是A 假 我答案选了